韩复举自相方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之一 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 深圳西北、华北、中原各地 曾一度叱咤风云 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 在抗日战争中 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 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 虽然仅仅这一条罪名就可以定韩复举的死罪 但是在高等军事法庭的会审中 韩复举又多出了贩卖鸦片等罪名 在此期间 蒋介石曾多次召见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问道 韩复举扣留了你多少教育经费 韩复举是怎样卖鸦片烟的 何思源不肯落井下石 直言道 韩复举从未欠过教育经费 也并不卖鸦片 韩复举除了擅自撤退之外 在山东真的贩卖过鸦片吗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蒋介石将韩复举压制汉口后 禁止他与外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 他组织了高等军事法庭会审 派军政部部长何应清为审判长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陆中龄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为审判官 徐业道 甲焰成为军法官 同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了电讯 这是1985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复举传记 书中详细记载了1938年1月20日扫荡报刊登的电讯 军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二集团军兼第三陆军总指挥韩复举 此次不遵命令擅自撤退 将委员长异常震怒 并韩在鲁乐派烟土 抢索民捐 侵吞公款 搜缴民枪 种种步伐 实属罪大恶极 已于十一日在前方另将韩氏隔本兼隔职 拿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承治 韩复举在深冬期间 真的是如报纸上所说的吗 我爷爷在山东被扣 在开封被扣 被扣了以后 简介石就把和索严叫去了 他说这个和索严暗中是讲 和索严是讲解是派到山东来的 说这个韩是怎么可扣这个什么的 可扣这个教育经费的 韩是怎么贩卖毒品的 贩卖贩面鸦片的 何思源这个人很正直啊 他说韩从来就没有可扣教育经费 韩也从来没贩卖过鸦片 既然何思源公开谈到 韩复举在山东没有贩卖过鸦片 那为什么在韩复举的判决书上 仍然还有贩卖鸦片等罪名呢 鸦片在我国近代史上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祸害 它不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 还残害了人们的意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 鸦片逐渐进入了百姓生活 1937年日本爆发全面侵华战争时 到日本人开设的大烟馆 吸上几口大烟 在某些特定的人群里 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 既然韩复举对鸦片和毒品 那么的生物痛绝 在山东也推行了 强有力的禁烟禁毒的办法 为什么蒋介石还要找到何思源 着重地提到韩复举在山东贩卖鸦片的问题呢 这中间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38年1月 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 会议结束后 将韩复举监禁起来 之后蒋介石又一一召见了 当时山东各个厅的厅长 召见何思源时就问道 韩扣教育经费多少 韩是怎样贩卖鸦片的等等 并对何思源说 韩复举不听命令 由他自己负责 以后山东还需要你留下 面对蒋介石带有诱导性的质问 何思源仍然指出 韩复举没有客扣教育经费和贩卖鸦片 因为我爷爷那时候船上收缴的毒品 鸦片都放在军阀处在那捣存 但是后来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老年人突然猛的一戒烟 就可能要他命了 戒烟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戒烟所不是也是逐渐戒断 说要给他一个过程 说特别对老年的燕民 能不能先卖给他一天 叫他慢慢慢慢的借 要不然你等于要他的命了 后来我爷一想也有道理 那就这样吧 凡是登基在策的老燕民 可以适当地卖一天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方法深信以后 烟卖出的不多 为什么不多呢 因为我爷爷接近的很厉害 动不动就杀人 所以好多人不敢承认自个儿是烟民 他也不敢去登记 所以说真正来买烟的人很少 我爷爷那时候还干了一件事 就因为看这戏以后 咱们那时候演了个新戏 演戏就是火门进烟的新戏 我爷爷看了以后 看了以后我爷爷很感动 说我也学一学这个黎德徐 黎德徐不是搞火门硝烟吗 说咱们也把收脚的那些东西了 咱们也给烧了吧 就在1932年的元旦那天 就在济南市政府前面 把那收脚烟就点着烧了 在1985年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韩富曲传记中 记载了这件事情的详细过程 1931年1月1日上午9时 韩下令将省会公民局 库存的毒品 于是政府门前平场上当众分毁 所以说在山东 在禁烟上 在全国是雷厉风行 大都干戈 韩富曲在山东的禁烟效果 非常显著 这些成绩南京政府是知道的 然而 作为最高审判长的何应青 为何还要质问韩富曲 借势乐派烟土呢 当日本人打到几年的时候 打到几年边上的时候 这时候省政务都特离了 往车里起来 很混乱 这时候军阀处处长叫韩汉章 这个人应该说是坏人 他趁乱 就把这些 存起来这些毒品 大烟就是鸦片 就摊派给各个一些商人 强迫他们买 那么他闹多钱了 闹了四五万块钱 他在冲冲 他等于贪污了四五万块钱 当然他干了这个事 他不敢再见我爷爷了 他就跑了 他就私自跑了 就失踪了 就是我爷当我爷 离开几年以后 他就找不见他 所以这件事情 我爷爷不知道 但是后来这件事 就有人告发了 你们不许 卖烟 就说怎么走 又卖烟呢 人家商人就反应了 最后就 事情是这样子 我爷爷不知道 我觉得这也是不知道 在我爷爷 执政期间 没有干净 都是我爷爷 离开几年的时候 军阀处长 自个私下干的事情 我爷爷不知道 最后军阀处长也没好下场 他烙了些钱跑到 他的部下 就把他打死 把钱又拿跑了 把这账款业也拿不跑 1938年1月22日下午2点左右 在对韩复局的审讯中 除审问不遵命令 擅自撤退外 还追问勒派烟土 搜缴鸣枪等情况 何应清问 政府三令五身净鸦片 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 韩复局回答 那是宋明轩 老早送给我的一千两 家里女人存着的 1938年1月24日报晚 蒋介石的两名特务 上楼对韩复局说 何部长请你谈话 请跟我们走 并问韩复局 家人有没有事 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 韩复局说 我没有家 接着他起身下楼 韩复局当时还真的以为 何应清找他谈话 但走到楼梯半腰一看 院子里却布满了 鹤枪实弹的军警 这次他如梦初醒 知道自己的死期将临 这时他激进地说 我脚上的鞋小 有些起脚 我回去换双鞋再去 就在他回头上楼 刚要迈步的一刹那 特务们便朝他开了枪 韩复局回头说了一句 打我 但是话还没说完 他就倒在了乱枪之中 选赫一时的军阀 有着山东盟之称的韩复局 就此一命呜呼了